HELLO HELLO 欢迎再次来到这个赛马会开声看开声看真的鸦冠特别版的podcast 我们之前有很多集所有讲过这个最终这个杰志的鸦冠之类 除了有讲过杰志和港超 有泰国的青来鸾和日积的生活性来船的一些二三次之外 我们今集就特别讲一队本来是杰志在亚冠分组赛第三个对手 但是我们刚刚收到消息就是他退赛就是上海海港 我们上一集就和肥苏讲了很多关于中超球队和亚冠的一些日试和历史分析 那我们今集就可能确阔一点了 我们可以讲一下中超的一些故事 首先就欢迎再次欢迎肥苏先的 多谢多谢你们继续邀请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欢迎你 我们上一集就讲了一些亚冠的东西 我们回回头就因为你是香港人看中超的版主 不是香港人就未必过香港人看中超 可能看英超西甲 看中超这个原因 其实你最初是怎样和中超结缘 或者何时开始看的 其实呢 就事源我想到08、09左右 开始有点兴趣的时候看中超 因为我觉得我一向都喜欢看球 甚至做的职业都跟足球有关 或者讲球 我觉得现场感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明白的 以前我们的年轻看港超 或者以前的香港的球 衰极 或者叫小极 当然我看过一些百多人的赛事 都看过的 但是呢 如果大战 有南华 有快通 有东方 有勞鑫 或者以前的勞鑫 有万多万人是正常的 或者有些亚冠赛事 或者有些表演赛事 或者有些表演赛事 都整场爆满 但是后期觉得 喂 不是办法 那些球越来越来越看 没什么现场气氛 然后刚好 我有朋友说 不如去试试看中超 深圳 那时候还叫深圳红尊 那时候导师瓦教 而且最紧要是 开始 有一些外籍教练 和一些不错的外援 不如去看看 有些作客 球队要飞到深圳 我们不是飞到杭州 不然去看 但是深圳可以 感受一下 挺过瘾 所以就开始了 上去看中超这个问题 但是 关键就是 去到深圳那一番 然后停滞了一两年 有一家叫恒大 廣州恒大好像大搞 那时候在宗甲 许老闆就在广若手上 拿了一对球来搞 开始邀请似仰外援 请好教练 或者是中国的几个好球员 那时候的宗甲已经很厉害了 邀请郑志 高林 孙祥 跟着又有鸡爺 即是木里奇 那时候已经搞了 那些名字都真是耳熟能强 而且刚才听你说的 气氛都真的挺不同 而且都挺厉害的 因为可能香港的球迷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 可能是 阿冠 甚至是 省哥布 甚至是世界鲁维菜 才会有些接触 可能是现场接触到 一些中国球迷 但是 听你这么说 你会觉得 宗甲的气氛是怎样的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这十年 足球的发展 令到他们的产业 或者甚至在球迷会方面 或者球迷组织方面 是很成熟 当然 他们也有他们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我看一些正面的事情 首先 例如恒大 或者甚至你去北 看一些强度 像上港 或者山东 或者北京国安 球迷的基数很大 尤其是我很喜欢上去天河 就是广州看球的气氛 那么 那么 长一长球 差不多都五六万人 那么 那个气氛 你想想 五六万人 而且是有组织的 就是 不同的区分 就是因为整个球状这么大 有些是每个球迷会的地带 已经是 比如 第十二段 就是某一个球迷会 第十三段 就是某一个球迷会 那么 恒大那时候 我没有记错 去到最巅峰的时间 是衍生了 成接近二十个球迷会 就是 那个球迷会的衍生 就是 广州自己有几个 跟着周边 就是说广东地带 比如深圳 有一个 可能 青远有一个 等等 如此 我记得是潮散有一个 就是 那些球迷真的 不知道怎么过来看 有些最好笑 我记得当年 我初期试过 那头那头 看完 立刻冲回到香港 有些就下回到东莞 有些就下回到深圳 就是大家在那里散水 就是飞过来 然后一起找路 跟着 跟着回家 明天就上班 所以其实那时候 第一 衍生到球迷会的基数很多 第二 他们很有组织 譬如你有什么比赛 特别的 他们就会有一种打气 他们就会够定 晨组 譬如 我都参与过一点 或者见识过一点 今天有比赛 可能是8点 他们都会连续 他们两三点 就已经在搬东西 布置个场 检疫 就是检疫 就是检疫 例如带鼓进去 带什么旗 全部就安检 然后就开始 还有在那里练习 有些练习 怎样打鼓 旗手 怎样 很夸张 你想想香港哪有这种文化 是 建立 不是 你没那么成熟 还有他们很有组织 譬如他们有不同的 刚才我说的 不同的球迷会 有不同的衣服 甚至可能 举个例子 曾经试过恒大 会透过比赛 去宣传他们自己品牌的东西 送东西 也好 什么都好 牌的东西 或者有不同的打气 譬如举个例子 第一百场 郑智又会有些打气的 不同的声音 或者鼓 他们有很多这些安排 变成 在球迷看球的文化上 就已经有一个新的安排 或者习惯 他们的所谓 这些就类似欧洲 真是叫match day 哪怕那场球是星期二三下冠 他们真的放假 请假 整天去看match day 我不是赛前 就是准时入场 就已经很热 其实我们整天去打气 一起吃饭 打气 唱歌 喝酒 之类之类 甚至我用一个球迷身份 去说这件事 我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后期会怎么做 我小职日来回 后期就已经衍生到 我会去到 好像刚才你说的 不用这么赶头赶命 中午下午 慢慢跟几个媒体朋友 一起上去 也好朋友也好 上去 然后就在踢球前 吃点东西 然后就去到球场 因为我去到媒体室 我们有症 然后安检进去 到整场发展 我们上去 可能有些事情要做 有些事情要做 有些事情要做 完成了 完场之后 我们不会赶回来 后期 跟媒体朋友 或者某些朋友 约吃宵夜 聊聊聊天 甚至今晚有欧冠 一起看欧冠 就是这样 所以对广州的感情 或者大家问我 对广州这样 我们就这样看球 那变成了 你对地方的球队 球迷朋友 媒体朋友 甚至我认识了很多媒体 不是广州的 可能他采访阿冠 北京下来 上海下来 或者其他地方下来 那变成了很多不同的感受 所以整个产业的build up 就是由我整天 就是球迷 甚至可能 不止是球迷的感觉 甚至是有些 就是经济贡献 比如你留下了 过一晚 其实整个产业的贡献 可以很大 但就真的要 要时间去build up 我想香港都努力 很多球迷都 但是呢 譬如听到过去一些分享之后 譬如近年 可能不多 但我相信 不少球迷不多 不少都会听到一些 新闻 就是可能是 无论是一些财政的压力 或者你觉得 其实战绩上 没有那么辉煌 或者竞争上 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觉得 整个打气的文化 有没有变得 其实打气的文化 它们已经基本 就是有一个 承传 或者有一个 的习惯 其实我经常说 足球 都是一种习惯 就是说得难听些 比如你欧洲 甚至有些 世球会 也好 他们一家大小 根本是一个承传 就是我去看某一队 亚尔赤的西甲 其实 那不代表 他一定贏巴塞 他这个巴塞 我才支持 我在那地方住 我爷爷 爸爸带我去看 我就会一起进去看 但是 K列也好 J列也好 都是强调这种文化 就是 我鼓励你整家大小 package 你一家大小 一起进去看 打气衫 一起过个开心的下午 其实中超也是这样 当然 刚才我说 成绩 现在可能预期 会没有那么多球星 差了些 或者成绩差了些 会不会影响了 我觉得会 某程度上会影响 但是 基本始终 你足球也是足球 除非你转一点 叫做 对球真的太难得很严 或者差到我 我连《不堪日报》 都不想看 我觉得 未必 因为现在也有一个适应期 我自己也很担心这个问题 究竟 港州人以前 你知道吗 一票难球 过票 因为以前 刚才我所说 有20多个球迷会 是 他已经是连票 一年就是 C-C-Ticket 可能公开发售的票 不太多 甚至阿冠 阿冠 因为没有C-C-Ticket 他有C-Ticket 因为我和恒大关系好 小弟有些办法 抢到正中间位 第六行 你知不知道 买到多少钱 本身一张800元的票 或者600元 要不要整万元 那没有那么夸张 不过都五六千 那一张 都很下力 很支持 不是 很夸张 那时候炒票炒得很瘋 那些票真的很瘋 而且那时候 有些比赛 例如恒大对上港 的阿冠 甚至是联赛 关键战那些 真的炒了几千元一张 其实有这个市场 有这个氛围 但是满的 对不起 你记住是满的 你不知道最终是炒票 那些人来看 都是满的 总之就是坐爆 坐爆 那时候真的很夸张 我试过帮朋友 不然我说得很难听 我跟朋友说 这张票我正价买给你 我拿出去炒我的法 法到猪头饼 有情假 不然真的 我原价 我在恒大总经理那边 或者那边 那边帮手拿到 或者球会那边拿到 拿到多少钱 我就召唤给他 如果你拿去那些 那些 炒到飞起 而且你刚才那个产业 除了在球场 我们上去宵夜 乘搭车吃 睡觉 那些之外 其实他的场面周边都很厉害 为什么呢 譬如他每天 恒大一踢球 那些媒体的争相 可能一元出了一份报纸 那些报纸 那些人去买 甚至在球场 天球球场外 有些赞助商去搞 一些宣传 拍照 找一些女生 譬如青岛 找一些女生 展示一下奖 做一些东西 做一些东西 就是很多这些周边的东西 听到中超都相当受欢迎 或者整个文化都很成熟 但是 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说 比如中超和中国足球的关系 比如中超 尤其是早几年 飞煌 即是亚洲足球的历史 都有很多 拿过两个亚冠 在恒大 但是 始终 但一个狠接位 就是 比如中国国家代表 近几年 可能成绩都一般 例如最近 小野波奥迪赛 都出了局 10场赢了 一场 输过给越南 所以 其实前几年 你觉得 中超的成功 和中国足球 好像不是很成正比例 是有什么原因 几个原因 首先 都有问题 就是中超太成功 即是那个年代 太成功 太多钱 变成了球员 当然他的能力 跟英格兰 就差很远 但你留意一下 跟英超都相似 英格兰 那一队 近十几年 二十年被人罵 高身低能 英格兰 那些全部回到什么 朗尼 都不知踢什么 没有心踢的 太利等等 但近代的 开始好些 中超 两个东西 都是类似 但是当然能力 差很多 但是问题就是 你都会看到 当许老板 给二千多万一场 波奖金的时候 国家队哪有这么多钱 还有关键就是 太公波 你叫做阿爷波 我不用回去招呼我老板 我老板给二千多万 或者几千万一场波 我招呼你国家队 他踢伤了 那谁赔偿我 赤身 所以你记不记得 早几年 恒大曾经 曾成门将 曾成受伤之后 是给了奖金 你为国出力 然后导致受伤 所以我要给你一些特别奖金 因为你要记住 球员除了底身之外 他的奖金是根据你 能不能出场 你是不是打正选 那些去分 他明明正选门将 或者正选位置 他伤了 然后没得出 是不是没了很多钱 见很多钱 然后许老板 为了 甚至 记不记得 打一场 对着年轻 即是U20多的泰国队 输一比五之后 然后他就说 喂 你帮恒大球员 如果 被我们发现到 你是出功不出力 流力踢球队的 不为国出力的 我们就回来罚钱 罚停赛 罚停分 一掌也好 罚也好 不准你拿楼摊 一定是 是的 那些老板 其实是很努力 想搞好他 但问题就是 球员心态 不正 我真心觉得 现在 中国球员 他不是不爱国 或者中国运动员 不是不爱国 你留意到 为什么这么多单行 甚至甚至 冬季运动会 都拿到金牌 为什么足球会这样 大家一个问好 连我妈都问我 你想想 现在就是足球 最奇怪的一个地方 就是 不是代表你多钱 不是代表你 上场那11个 最厉害的 就一定拿冠军 或者是赢 现在中国球员 就是面对心态问题 当然 现在的能力问题 比那时候 早上三五七年 都说 哇 握楼摊车 你怎么这么厉害 而且最关键 就是 中国球员也有问题 就是 那个体系问题 就是现在 你留意到 所谓这几年 拿冠军 完全是 一定要靠外援 没有外援 他们就死了 外援质素 论了成敗 一定是 中超最好的外援 就是一些 個人能力最强的外援 而很多就是 为什么来自 南美洲 或者巴西 就是这样解释 为什么巴西球员这么强 因为个人能力强 因为一个个人能力强 你就可以呼风唤雨 甚至你帮到球队 但是 你很多体系型球员 去到中超 就不会踢 因为球队的体系很差 有几年间 有几队都好 因为外籍教练 外籍教练就OK 比如像上港 山东 恒大那些就好 甚至 广州苦力有几年都挺好的 有些形状 有形状的嘛 但问题是 你去到中国教练的时候 很多没有形状 不懂 不懂调教 整个形状都不知道怎么 靠球星丹天保子尊 但是问题就是 你中超就很威風 那你们的球员回到国家队 那怎么办 没有啊 雞爺的了 没有啊 猴克的了 没有奥斯卡的了 没有保莲奴 大哥 当年15年就是靠保莲奴 所以阿斯古拉尼就好 他一来到接手行 但是撿烂摊子的时候 不要搞事 找回一些亲信 回来帮忙 一个罗宾奴 一个保莲奴 回来马上拿到阿冠 撿烂摊子 搞定 起码就能帮到 因为中国球员要找人带 那些球员不是不可以 譬如张立鹏 譬如冯宵婷那些都可以 但最好你找人带着 这个就是中国球员的问题 既然 刚才有说到 譬如中超又要球星带着 自己又要努力一点 但譬如 如果中超未必留在 可能工人工一些 那会不会外流又是一个机会 譬如因为 近年说起中国外流 大家都是懂母女 最好比我明显 就是刚刚 錄音之前那天就入球 今届西甲开齋 在爱斯宾奴那边 另外其实大国脚来说 找资料都是有些 譬如在踢草猛 李雷 或者有些是借去浦超 中游的一些 郭田宇 就是有些这样的球员 就是可能外流的 一些所谓大国脚 或者是一些 顶级球员 就是这几个 但其实譬如 以你所知 还有没有其他模式 或者他们会真的 如果中超 比较退场的时候 那会不会外流是一个出路 其实外流 一向是一个出路 但问题就是 关键就是 中华球员 前几年的中华球员 为什么会不肯外流 其实我很明白 怎会不明白 我举一个例子 我也在节目中 不记得有没有说过 早几年 其实杰志 是借了一个恒大的球员 是预备早的 几年前 我听回来 我纯粹听回来 未经作实 不要怪我 但是问题就是 当时恒大跟他说 好 我借给你 那杰志就问他 多少钱 我们给人工 然后恒大当时就跟他说 不用了 我们给人工 你给机会去上阵 踢下路的经验就可以了 不好 杰志说 都不好的 我们用的球员都要给钱 不要了 行 都是我们给吧 意思就是说 逐一说 你给不起了 1500万一年 但是你刚才说 是预备组球员 预备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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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回去 因为很正常的 不是 我是周六零 我去到欧洲想搏 想可以的 就玩两年 海牙也好 维迪斯也好 什么都好 喂 没什么起色 经纪人跟你说 转不到去 亚尔克马尔 转不到去 PSB 运动分离的能力 就这么多 Bang要你 2000万你回去吧 快点 3000万回去吧 就是这样 那你怎么会不回去呢 那你在海牙 你在维迪斯多多少钱呢 你正常一个这些 级数的球员 顶多就是20万欧 30万欧 顶多了 要连中国国家 对未来的 正战头了 这么多 给你多少 如果球员在 短暂的角度 是对的 为什么有人说 戴卫进 我们先不争论 国籍问题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 去到经纪人 那时候运作 那些人很生气 他 很生气 他为什么照你 都不踢港队 你个人扮伤 扮病 然后走了去荷兰 跟中国U21 在拍跳 跟踪 我是经纪人 我当然明白 如果我是经纪人 当然跟他拍跳 是OK的 那些人盯着 那些球会的高层 或者那些球探 这个怎么办 这个 回到中超踢 那他就回到中超踢 那角度就很成功 那角度就很成功 那角度是对的 我不会乱他 他好 他很惨 他水尾 如果他早几年 他真是红山半島 买两栋 大佬 即是那个时势 吃不完 那个时势 那你U仔 U仔这么出色 还有欧洲 又踢过狼队 2000万一年 不太过 只是低身 加上哏哏哏哏哏 赢球赢金 赢球赢金 好夸张 所以其实怎么会 我所以不明白 有时我也不明白 我的角度就是 如果从一个 职业球员角度看 他的经纪人是对的 所以早幾年我不知道大家贊不贊成 早幾年我已經覺得香港球員根本是要望國內 中甲也好 中超也好 其實現在中超搞成這樣 香港球員是機會 一路實說水平不會差很遠 除了國腳頂班之外 一般的中國球員跟香港球員相差多遠 跟你講腳的班不會差很遠 尤其是那把入籍兵有身形的一定的見頭 你想想現在有幾個誰在上面 陳俊樂 梁樂恆剛剛升班 陳俊樂 梁樂恆那些OK 那你想想羅素那些 講難聽羅素那些球在香港也很粗 粗之大業 但是他有身形 有時候他打中堅 有時候他推他 這個外國人對了 推他打正箭頭 衝一下撞一下 他都找到吃 還有另外有一兩個 以前我覺得是很浪費的 就是香港球員沒有上去 他們當然可能考慮家庭 或者甚至環境不適應 但其實那幾年應該上去 那時候中甲也很好找的 現在多了很多香港的球員都上去 現在最新是新組回去了 但問題是現在已經是水尾的水尾了 已早幾年了 譬如不要講球員講教練 你記得李凱強 潘文進 我朋友 他們想上去教球裏助教 那隊球由中月星去中甲 然後拿一千萬現金馬上排 這些場面很瘋 然後又欠身 當然我經常講 之後欠身一件事 但起碼也有個風光的一刻 當然看看抓不抓到那個 那個時刻 或者那個三兩年很光景 正常講 歐洲球會一樣 喂 有些意甲球會現在都鬥了 你沒得講 但現在反而是契機 如果你看到層次數 你怎樣差也好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陳俊落幾錢個月 不知道 聽回來也是 因為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的背景 接近二十幾三十萬 接近 不知道 當然經紀人也要吃一股不知道 但都成二十 我相信香港拿不到這個價 我相信 二十幾 即是當年 講庫力的那個年代 即是現在 現在跌了 肯定跌了 但是那個時間 好像高的時候 都二十幾 二十幾 十幾二十 人仔 人仔即是多二十個百分之 所以收入都絕對是未必可以相提並論 和港超 那譬如 剛才我們都講到一些香港 其他一個香港球迷關注中超的角度 都一定是一些香港球員的表現 譬如你會怎樣 有沒有點評 譬如陳俊落在近排中超 其實你覺得他的水平去到哪 或者他踢成怎樣 或者甚至 梁樂恒或者其他一些中夾的拳 你都有沒有一些看法 我去年 我之前看陳俊落 就覺得他 打廣州富力的時候 或者廣州城的時候 是 他有一個先天不足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球的訓練基礎 你會看到 那時候打賽會制 然後三天踢一場 三天踢一場 他很吃力 而且他很容易傷 因為可能強度太厲害 始終你說 中超而已 但是港超和中超是兩種東西 無論是速度 無論是強度 甚至 你對著外援的外援都不同 這樣變成 這個是虧了 這個基礎沒有辦法 與你無關 因為整個香港都是這樣 比賽太少 比賽不夠 比賽強度也不夠 所以 為何說 年輕一點上去 如果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吳偉超 今天他也是我朋友 他在南通 他在南通之雲做助教 但是他當年打 中超的年代 他踢得很好 還要踢上了身花 因為基礎就是 他年輕的時候 英國升過下 然後回來很大程度上 就是很早演上去 慢慢適應的時候 那個強度差很遠 現在香港球員 我覺得都沒有辦法了 其實打多了 我看過 羅素等等 甚至 發圖師也好 陳振樂等等 其實都有一定的表現 但是真的 現在香港球員 如果是華人 那個強度真的未必足夠 所以如果強度提升 也有幫助香港隊 也是藉著好事 一定會的 這是很正常的足球規律 如果你有球員 長期有球打 而且強度浸淫 是比你本身的代表隊 或者那班地方的聯賽強的 你會幫到代表隊 所以我真心覺得 如果錢 你在上面賺多些 或者你適應好些 你寧願繼續留在上面 我真的覺得 因為幫到自己的職業生涯 也會幫到 那次的事情也不同 始終 你接觸的球員 接觸不同的外援 接觸不同的教練也不同 好 最後來到 最後一個 就是 雖然中超都 暫定月尾 或者下一個月 疫情方面有變 都開羅 開羅在職 那你會 很簡單 接下來的季 有什麼看點 或者你覺得 有什麼重點 如果可以給球迷參考一下 那個競爭會在哪裡 如果中超 其實擴大了兩隊 就是18隊變成 比賽多了 比賽多了 其實我覺得最好處的地方 就是一些傳統的球隊 但當然其實包括山東 北京 其實上海海港是會好 其實這幾隊是會比較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其實如果你說其他 我覺得競爭水平應該不大了 差距相對比較大 和這幾隊 新花可惜就是 人腳都有不錯的 但是個別問題 因為有些球員比較老 因為始終都是恆大的 不要的 年紀大了 那些 再加上 最重要就是看外援 如果你說最穩定最穩定 我覺得山東 真的山東是最好 如果去年打出來 和今年 我認為差別應該不大 好 再次謝謝肥蘇 和我們 推測了很多中超的歷史 故事 如果球迷有興趣的話 留意新一屆 中超 當然不少得 看其他好波 例如我們的阿冠 結智的阿冠之旅 我們一年那麼多集的 開聲看真點 阿冠特別版的Podcast 暫時來到這裡 記得留意 我們到時會提供阿冠之旅 全程有廣東話聲音頻述 記得留意 我們香港失明人協定會的Facebook專頁 訂閱我們蔡馬會 開聲看Youtube Channel 未訂閱的就快點訂閱 今次再次謝謝肥蘇 和我們講波 謝謝沙聰 希望未來的將來 我也繼續有機會和大家做節目 好啊 我們下次Podcast 或者下次節目 或者下次看播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